马来西亚疫情高峰期间 曾经出现新冠肺炎评估中心爆满的现象 但其实还是有许多人因为行动不变 或是没有交通无法前往评估中心进行检测和评估 吉达州卫生局设立了流动新冠肺炎评估中心 深入偏远的乡区为行动不变和弱势群体的患者进行检测和评估 在当地医疗诊所工作的人医会医师陈湘明 主动报名参与这项计划发挥自己的良能 我们要确保说我们的电话是安全的 就是不用装饭来包起来 穿防护衣之前先确保自己先上洗手间 然后喝水又不可以喝太多 那是又不可以没有喝 因为没有喝等一下就可以没有得喝 好 那我们要准备穿防护衣 我们去了第三个家 然后那边全家人就是有一个人是确诊了 然后其他八位呢算是亲密接触的 然后他们都已经是穿上粉红色的手环 今天呢是做第二次的检测 是第一次大家都是阴性的 所以这一次第十天 那我们就做第二次 看看是不是可以剪掉那个粉红色的手环 就是代表他们可以结束整个隔离的时期 为了更快速地评估病患居家隔离的状况 陈湘宁医师会预先在救护车上了解病患的医疗背景 然而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装备 又坐在不能开冷气的救护车内 加上颠簸的路程 医护人员一路上可说是吃尽苦头 我们还不是说第一次去就找到他的家 可能他的家就是太远了 然后太偏僻 然后在那一种干风区的 是没有号码的 我们就必须靠那一边的人 问他说 你知道这个谁谁摸摸 他是不在哪一条路 那里挽进去干 可能去到那边就好像不对 就不许挽 在救护车里面坐着 其实他不会很舒服 然后穿着这一身的防护衣 其实也是非常的不舒服 那等一下 当然这开始到了中午的时刻 会更加不好受 承担了一个星期的流动 新冠肺炎评估中心的任务后 沈香林医师坦言 这一次的经历 为他带来了很大的教育 我自己是蛮惨愧的 平时我们会讲说 我给你八点 你为什么十点才到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 其实这些病患 他们要从他们的家出来 没有车子 他们都是驾摩躲车 不然就是什么车都没有 他们就必须等人家来载的 那一种状况之下 他们其实要过来我们的诊所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其实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育 疫情期间大家都不容易 期待大家可以给彼此 多一点体谅 多一些耐心 用爱 温暖人间 待新闻于少林里加英 马来西亚报道 对那种 Jie ades 感谢观看